新冠肺炎的症状 第一到三天 有点像感冒或流感 发烧 有人喉咙轻微疼痛 有人一点也不痛 免疫系统较弱的人 也许会呕吐或腹泻 饮食还算正常 第四天 喉咙痛的人会更痛 声音杀哑 体温到摄氏36.5度 饮食也许会吞咽困难 其他症状像轻微头痛或轻微腹泻 柳天感到身体不舒服 喉咙越来越痛 吞咽困难 声音越来越沙哑 感觉到非常不舒服 活动的时候 关节也会疼痛 第六天 发烧到37度 干咳 吞咽 说话时喉咙痛 全身无力 严重恶心 偶尔呼吸会困难 关节痛 甚至手指都痛 严重腹泻呕吐 第七天 发烧到38度 咳嗽 咳嗽 打喷嚏 身体痛 头痛 腹泻和呕吐都加重 第八天 呼吸困难 胸闷 咳嗽 咳嗽 头痛 关节痛 这些症状都更严重了 发烧到38度以上 第九天 所有症状都开始变得更加的恶化 假如您有这些现象 需立刻测试 呼吸困难 胸闷 脸颊或嘴唇发红 假如您有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时 需立刻就诊